在2014年8月17日的《2012訊息》主日分享裡面 日華穆斯分析 Freemason會以籌備演習的方式 掩飾他的危期行動 並且以危期行動挑動國與國之間的仇恨 繼而以這種藉口展開戰爭 但是其實歷史上 也曾經發生由軍事演習 直接演變成戰爭的事件 最著名的就是日本在以次大戰時侵華的七七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 日本於北平附近的阮平縣進行軍事演習 其後以日本軍隊士兵失蹤為藉口 要求進入阮平縣城調查 但是遭到中方軍隊拒絕 於是7月8日凌晨 日本軍隊向阮平縣城和盧溝橋發炮 引發之後的八年抗戰 intro 今天要從一旅暴길 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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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 V gotta but bepark